也许可以把这个组织练习题这个 这个 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我是建议啦 因为你们刚刚好像都放同一个啦 你可以再另外独立 复制工作表最快的方法 以前是按右键去复制移动 我是建议啦 拖拉 按Ctrl 键 放开 这样就是复制啦 还是最快啦 OK 以前是要按右键 移动或复制 然后你还要建立复本 然后选哪一个嘛 选这一个 然后建立复本 然后要放哪里啊 这样很麻烦 我是建议你就是拖拉放开就可以了 删除按右键这个删除 工作表的复制 好复制过来之后的话呢 请你这边名称也许打VBA吧 关乎里面 那再来的话 各位也心意准备 你要再各上一层楼 就是要学VBA了 一样的逻辑 可是要怎么样转变成VBA 那VBA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那VBA有什么样的 表现的形式 其实我跟各位 先秀一下结果 以后VBA做完之后的话 它能够做什么 一 它可以变按钮 按了的话就一键完成 按下去 全部完成了 就这样子 所以以后你的工作 假如你常态性的 一直都要做 那而且有 甚至有很多工作表 做同样的事的话 其实你就一键啦 它就自动全部 帮你做完了 那不是很方便嘛 不然你还要像刚刚 一个填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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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那很浪費时间 OK 不前提是 那种是固定的常态性的 其实你再需要 如果 可能变动性很大的话 那也许就是 再慢慢弄 OK 第一个 清除 所以我们会有 这一个 那底下有一个所谓的 门号用函数 这个跟这个做出来的结果 有什么差别 你想说按下去 这样也是结果啊 要按下去 也是结果啊 那什么差别 其实关键在哪里 我把游标放在 这个储存格 114的储存格上面 那我再按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按一下 你会发现 如果我按这个按钮的话 它输出的是什么 输出的是最后结果 就是 电话号码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按这个 一样 看起来其实你 游标不放上去 其实看不出来 但你按这个 游标放上去 你会发现 它在这里面是放什么 放一个刚刚的公式 那也就是说未来 你要把那个结果输出的话 就是可以一种是 在VBA里面做完 把最后的结果 丢还到储存格 所以前面串接 是由VBA处理 那另外有一种是 如果有些公式 有些VBA里面的那个程式 你还不太熟 但是你还是希望 达到一键完成的话 其实你可以 把你刚刚写的公式 直接动态的丢到储存格里面 丢进去它会自动帮你执行 这样也是VBA的一种方式 那其实说真的 外行人根本看不出来 你说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如果我不讲的话 其实基本上 你按下怎么 按这个也一样 按这个也一样 看不出来 里面 就是 输出的结果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 内行人跟外行人不一样 一干支就会知道 但外行人 它根本 反正能够达到你要结果就好了 反正报表列出 叶印出去 根本没什么差别 所以会有两种方法 那这个是第1个 VBA的第1种形式 按按钮 OK VBA的第1种形式 好 第2种形式是 插入函数 里面 如果说我 假设啦 想说老师 我太喜欢按按钮 我想要用什么 我自己写一个 函数 这个函数呢 名称也许叫手机好了 然后呢 不过特别重要 因为我已经有写好了 写完之后呢 在你的什么呢 插入函数里面呢 特别要执行 也要从这边执行 你会出现有一个什么 使用者定义 那这个什么时候会出现呢 就是当你在 在VBA里面有写 你的制定函数 才会出现 如果你没写就不会出现 OK 这前提啦 然后相机有同学有写了 可是写错位置 或者写错 呃 写错了 也要找不到 OK 前提没写错了 那这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手机函数 按确定 一个罗伯尔根 电竞业者告诉我一下 虚码告诉我一下 默码告诉我一下 按确定 填两下 一样可以做到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OK 应该可以看懂 反正一个罗伯尔根 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说 你需要哪一些函数 只要怎么样 只要给他 他要的资料 他就会return 有没有 函数就是会return 反还一个最后的结果 托到你的储存盒里面去 OK 不过我做完这个之后 这个叫自己函数 就有同学 其实做完这大概 就已经ok了 可是就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我工作里面呢 因为你要选一个两个三个 那如果未来为四个五个六个 一整排的话 那有没有可能 我不要选三个 我只要选一个范围给他 他自动让我串不就好吗 所以有第二招 就是把这个 换一下 我后面还要多写一个 插入环数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个叫手机 后面加个范围 也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是三个格子 现在只要给他一个范围 这样应该很简单 刷一下 为什么 因为将来也许你有很多篮 都在同一个范围内 如果同一个范围内 刷一下就好 类似像这样 按确定 不过你刷完之后 他这边就是123 这边大划入一个阵列 然后你按确定 一样呢 向下填满 他一样会帮你做完 这个就是所谓的 VBA的第二种形式 一个是按钮 一个是 插入制定 这个叫制定函数 那两个要怎么做 也许 待会呢 我们 第一个 请各位先做 环境的设定 环境要怎么设定呢 一 请你先把那个 那个什么 啊 我们的那个 开发人员的环境 先先把它 先叫出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开发人员 你们预设环境是没有 那怎么叫出来 一 上面这个箭头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把这个打勾一下 预设是没有的 所以你把它打勾 按个确定之后 开发人员出来了 OK 那为什么要把 需要把这个 这个页面叫出来 基本上因为 你要写 VBA 而且你打开之后 其实他就提醒你 你即将成为这个 开发人员 OK你 之前没有打开你就是应用 为主 应用人员 那所以你会发现 以前的上班族 大概就只要应用就可以了 反正人家写好套装人 你按按按按按按就好了 然后输入一些东西 可是未来上班族 好像没那么轻松了 好像 要写一点程式是必然性的 而且很多趋势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会 写程式的话 可能未来在职场上面 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OK 尤其大数据的处理 你不会程式 你怎么处理大数据 OK 没办法 再来的话呢 第1个把这个开发人员叫做 第2个的话呢 打开 Video Basic 那未来我们程式就写在这里 那我先把这边先规定好了 原来的这个把它移除掉 这些都没有 你们打开应该长这样子 那我是建议你按下Video Basic 开始之后的话 先把什么呢 这一个视窗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为什么要缩小 因为未来我们的习惯就是 如果你要撰写程式的时候 可以移动它 看一下你要写什么 就是 其实 VBA不是死的 是活的 就是你怎么把这个东西全部完成 是看着你到底要做什么 一步一步把它写出来的 OK 所以基本上我会把它扶在上面 那再来呢 我要怎么开始撰写VBA 接下来请你注意 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程式在这边写 那至于怎么写 待会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环境 然后呢 我们待会呢 就先讲一下 怎么做这三个按钮 OK 然后呢 做完之后 再讲 怎么去制定函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第1个 特别重要先把那个环境 先稍微开起来 记得从上面的机关 有个 那个小小的箭头按下去 它会出现那个 其他 倒数第2个其他命令 然后呢 找到制定功能区 的右边会有开发人员 记得把它打勾 在这边 的 转发 在这边 再打勾 这边 就给大家看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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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感谢观看